3.0 22号少路除了药局网路预购之外 现在就连超商都可以预购口罩 在三轨并行最新的措施 这次3.0则是可以直接到四大超商的事务机 选择预购或是续购 提前手机号码插入健保卡30秒就可以完成 再拿着小白单到柜台结状复现 隔周就可以领取口罩 觉得蛮方便的 因为超商到处都有 你就可以直接预购 这样也不会忘记缴钱 就觉得应该蛮快的 应该30秒左右就可以结束了 但如果不会的话 其实也可以问一下店员 领完口罩可以接着下一次预购口罩的话 等于是可以避免每一次 之前就是要一波一波这样等待 然后常常会忘了付钱 或是忘了预购 其实我觉得便利商店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蛮棒的 不只上班族觉得方便 就连不会上网预购的长者 都有了解方 但可就苦了店员了 就怕增加业务量 其实在人力部分 我们都有做一些调配 那像是我们在机台的部分 也都有说明 就是整个操作流程跟操作的步骤 那民用真的有一些 这个不了解操作的部分的话 也可以咨询我们的柜台人员 全省一万多家的超商 加入卖口罩的行列 业者更是看准这一波的取货 人超紧出优惠 像是SERY11 美式买一送一 全家拿铁货 美式买一送一 OK咖啡同品项买一送一 来尔夫15元 加购口罩 加鲜奶 矿泉水货 咖啡通通都有优惠 利用多种促销带动来电业绩 业者脑筋动得快 口罩3.0上路 搭上取货人潮变车 要让业绩跟着起飞 欢迎收看关亭李佳化 TV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